在今天白天大家都會感覺到 早上陽光露臉 溫度狀況來說 到了中午可都到了31度 但是天氣形態來說 到了下午以後 山區的部分雲層量開始發展 局部地區的午後真雨 像在嘉義的阿里山 像在桃園的山區 都下了一些賽巴厚了 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就像一個比較標準的夏天 我們來看看 明天需要注意些什麼了 第一個要注意的 當然就是中午陽光 還是很強 所以要提醒您 外出的防曬工作不能少 尤其白天在戶外活動的時候 溫度狀況來說偏高 到了31度 甚至有些地方有機會到32度 戶外活動記得多多補充水分了 可是到了下午以後 塞巴厚的部分 西半部地區仍然有機會 山區部分比較偏多 悶熱的天氣 可以一直持續到星期五 但是這個週休假期 又將會受到封面雲帶的影響 所以呢 週休轉為雷雨的天氣了 就來看看 衛星雲圖 注意到雲圖上 台灣上空天氣晴朗 在今天中午以後注意哦 加以阿里山南投山區 都有點對流雲層發展 北部是在桃園山區有一點點 但是發展的量來說並不多 而整個風向來說呢 今天白天的時候 隨著北方的高壓東移之下 北部的風向是吹著比較偏東風 之後呢轉為偏西南風 但是呢這西南風吹上來 溫度就偏高了 明天白天仍然在一個偏南風之下呢 各地溫度仍然是偏於悶熱 那我們注意大陸哦 隨著到了禮拜五的晚上的時候 開始要接近華南 所以呢我們嚴格算起來的話 這樣子屬於比較穩定的天氣 還持續有兩天的時間 週三跟週四 禮拜五的晚上 隨著風面前沿雲層接近 雷震雨增多了 再來呢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風面逐漸南下之下 各地轉為震雨或雷雨 來看看明天的溫度了 看到外島地區 雲層量來說在早晚比較偏多 伴隨著有霧的狀況哦 濃霧清晨更明顯 而到了澎湖墮雲時期 中午高溫29度 台灣本島部分 北部30 中部31 南部也有31度 但是午後真雨在西半部地區 都會有機會 山區多 而東半部地區呢 只有早晚的時候 零星短暫雨在山邊呢 小丁寧給您個提醒了 主要呢 上午外出要特別注意防曬 下午外出的時候 記得要背雨具